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非常感谢您在白忙区中观看我的视频 老话说,冬病夏季,夏天这个季节,如果你身体里面的寒气,虚毒特别的重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要耐心的看栏,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一道,去吃茶,一朝就可以管用的 每周喝一喝,可以把身体里面的湿气,虚毒,寒气,全部排出体外 效果立竿坚映的,使我们的气血充足,颜色红润又好看 芸米是一种非常好的幼儿童园的食材,既可以入药,也可以直接吃 芸米早就被育为妨害抗癌的一种非常好的食物了 它的蛋白质含量,维生素B1,维生素B2,比较丰富 有利于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麻,清热排养的功效 芸米,我们能够自养头发,最有阴阳头发,防止脱发 芸米能够使发质增样,发黑,吃芸米能够使皮肤光滑 减少周温的,消除色素,斑点的功效 对面部的粉刺,以及皮肤粗糙,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钙,铁,铅,营养成分是比较全面的 吃红枣是很好的自补加品 在古代,就把红枣放在养肝汤里面使用了 是一种非常好的自补加品 营养丰富,酷感也很好 吃红枣能够去湿气 湿气重,油脂比较多 可以喝红枣泡水 红枣能够补充身体的气血 改善身体湿气重 引起的身体疲劳 头晕,乏力,睡眠不好的情况 配合腹林一起泡水 腹林能够饮尿排序 可以减轻肢体的浮肿 身体内的湿气重的时候 我们要做运动 能够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饮食一定要清淡爽口 而且不可以太寒凉 红枣里面的营养成分比较高的 经常吃红枣 能够提高免力 生意的湿气重 经常水肿,乏力的 都可以吃红枣 煮粥喝都不错的 老话说 一时三枣长生不老 每天穿上几颗红枣 可以很好地补足气血 美容猪颜 说我们的皮肤又嫩又白又好看 整个人白里透红的 准备几颗干的山药 也可以有湿的山药 这样的山药是怀山药 营养更丰富 如果身体内的湿气比较重 我们用山药煮水盒 可以很好地萃湿效果 每次我们取两到三片即可 山药是一种能够 很好的萃湿的效果的食物 比方说像平时的 芙苓 一米等等 这些食物都能够 很好的去世的 山药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健脾养胃 活精养胜 润肺又止咳 降血糖 抗衰老 护肝 明目 比较适合糖尿病人 腹脏患者 病后虚弱体质的 经常腹泻的 都可以去山药 可以很好的缓解情况 山药的矿物质 铁 心 遇上生活中 吃山药 能够补充维生素C 而且能够 开好的健脾养胃 山药还有山药多糖 黏制 是一种非常好的 不可多的的假品 小品是糖尿病人 血糖高达 三高的人群 都可以去山药 能够开好的品尾三高 血糖也不升高达 稳定血糖 非常的不错 山药清淡 无味无色 白色的 白色入肺 阴阳好食材 芙苓 甘药 型 龟脾 肾心经 具有溢水浸泡 健脾 宁心安全的功效 芙苓 蛋儿肾力 药性平和 它能够提高 健脾 益气 腹肤症 是衣水消融的功效 适用于寒热湿实的水种 芙苓排水是好 通过健脾注孕 食物聚集 痰无声 水痰饮都可以食用的 芙苓药性比较平和 但药性 作用平稳 为了治疗虚弱 少食 太阵的症状 日常生活中 我们吃一些芙苓还是不错的 泡芙苓水 芙苓全员都是饱 芙苓皮 芙苓果肉都是可以食用的 芙苓搭配的一米煮水 健脾除热的效果更加的好 芙苓可入心井 造福心脾心 安心神 能够治疗心脾良絮 气血不足 心悸 失眠 健忘 夏天这个季节 天气热 都特别的爱喝绿豆茶水 因为能够解暑的 绿豆是一种中药 又是一种食材 可以去除体内的湿气 绿豆能够清热解毒 还能够拎药 沥水 消肿 自然比止血的功效 可用于改善体内出现的 湿血过程的症状 吃绿豆喝下它的食物搭配到一起煮水 效果特别的明显 绿豆能够去除体内湿气的方式 主要通过硬药的方式 使湿血通过咽尿排出体外的 纠结人体的阴阳虚调 改善湿血过程的症状 我们搭配着一米煮水 做了一米粥 就很好的治疗效果 临床上适用 主要针对于一些身体虚热的女性 老年人 儿童 夏季 热 都可以煮水喝 能够很好的去除身体的湿气 还能够解暑 加入清水 我们抓拌抓拌 把准备的食材清洗干净 加入清水 我们中小火慢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支持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去吃排毒茶煮好了 清淡爽口 很好喝 味味的甜 经常喝一喝 能够把我们身体的一些湿毒 湿气 垃圾 全部排出体外的 时间长你会发现 自己的身体特别的轻盈 浑身有力气 再也不头晕 再也不失眠多么 浑身没有力气 脸色拉黄辣 只要把身体的毒气 湿毒 含气排出体外 整个人身体特别的健康的 吃麻麻香 身体倍棒 喜欢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睡一睡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来大家更新的 值得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的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